好,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个三十网科的路由介绍 应该说呢,今天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防火墙路由的风采 路由功能是比较多的,比较丰富的 我们来看一下路由介绍 包含了六个部分 最简单,我们要从最简单开始做 最简单呢,静态路由墨路由 然后呢,动态路由协议重分墨 第三个部分,是它比较特殊的 ISP路由和立项路由 第四个部分,其实就是策略路由 只是它搞得比较麻烦 有策略的原路由 有策略的原接口路由 还有一个它所谓的策略路由 OK,它分开了 其实就是所谓的策略路由嘛 然后第五个部分,就是多VR Virtual Rotor 还记得我们讲过Virtual Switch 是吧 那么多VR相当于多VR 那么多VR之间会相互的路由的导入 其实如果不做导入的话,是路由隔离的 当然也是可以相互路由导入,也是可以实现的 第六部分,就是它的相应的一些负载巨峰技术 这个技术确实是比较拉风的 反而思科以前我们有见过它这种类型的负载巨峰技术 所以它这个防网墙非常适合于放在互联网边界 因为它能够很好的实现路由的负载巨峰 和双链路的备份 很好的能够解决路由问题 好,我们一个一个的看 我们先从最传统最简单的静谈流和默论路由开始 那么我们先回想一下我们的实验环境 我们的实验环境呢 昨天是把所有的直连 请注意,昨天就是把直连都做通了 就真的是直连 我们也可以到,我们重点看防网墙二和防网墙一 那真的就只有直连路由 看路由 跟斯科的设备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show ip路 看到的路由 好,我们这个稍微放大点 就直连 跟斯科现在的路由器一模一样 直连路由和主机路由 现在都两条吧 高版本的iOS都这样了 直连路由和主机路由 对吧 好,而且我记得昨天好像我最后都拼过 而且今天课前我也都测过 直连都拼通的 防火墙二也是 show ip路由器 没有其他路由吧 好,下面呢 我们就来一点一点的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吧 从最简单的静态路由开始拍 好 我们先介绍一个简单的静态路由 我们指一条什么路由呢 在防火墙二上 指611282.0的路由 下一条611281.10 我们看一下在什么位置 在防火墙二上 去网 611282.0 下一条 611281.10 对吧 这是一个简单的静态路由 防火墙二上做 我们在防火墙二上 这个啊 我们还是先图讯画见面 然后命令行 我们一会看看它大概是长什么样就可以了 防火墙 现在我们的防火墙一和防火墙二了 这个实验应该是防火墙二上做 在网络 在路由展开 在目的路由 我们普通的路由不是目的路由吗 基于这个目的路由 目的什么路由吗 是吧 目的路由 然后新建路由 然后呢 在这个Trust VR 或者说叫实验这个默认VRF里面配 我们去往哪呢 61.128.2.4 2.0 2.0 下一条 1.10 2.0 然后研码24位 网关 是61.128.1.10 OK 可以理解吧 下面这两个东西 我简单的解释一下 优先权 这个名字真是奇怪 优先 他叫优先权 还真不知道优先级 就是管理距离 管理距离应该知道 我不用再解释了 就是管理距离 一 四个月经代路由管理距离 也应该是一 下面这个呢 路由全值 下面还有一个路由全值是一 我得解释一下 路由全值是什么用 这还有点意思 比如说你完全可以指两条路由 都是去往这个目的 但是两个吓一跳 如果呢 你的两边的全值都保持默认 都是一 那也就是说呢 都去往那个目的 但是有两个吓一跳 那么你也是一 全值也是一 这边全值也是一 那就是说50% 50% 理解吗 OK 好 如果说呢 一边全值是一 一边全值是三 那25% 75% 理解吗 复载就好 当然这个25% 75%是 绘画 绘画 25% 75% 不是包 不是包 绘画 25% 75% 这个意思 理解了吗 好 这就是它的作用 基本上就没有了 就这点东西 确定 好 那么图形化界面 这玩意怎么配的呢 我们也可以简单看一下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图形化界面怎么配 图形化界面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 图形化界面 show config vrooter 看到了吗 这样就能看到你 命令行下面配的 精彩路由 那既然我都给你秀出来了 难道你波怎么配吗 我得比划一下 命令行 config ipVR trustVR 进到trustVR 远去 然后下面这个路由 还需要我给你打吗 什么目的 什么沿码 空格 下一条回车 我想 我应该不用给你打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清楚了 到trustVR里面去 然后敲 你想要的静态路由 就这么简单 这是静态路由 查路由表 那我们再来一下 查路由表 查路由表 那么 show iproot 应该在方向二 show iproot 一模一样吧 s 静态路由 ok 可以 继续 more路由 more 直接我们看一下 八个零了 八个零 ok 八个零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图 我们要设计的效果就是 我们要设计的效果就是 网关走 左面 二零二点 一百点 一点十 二零二点 一百点 一点十 这边的静态 左面是这个 默认 那好我们也再展示一下 默认 我怎么拍 这儿吧 我再这个又在图计画界面拍了 ip trust vr iproot 0.0.0.0 0.0.0.0 下一条 IP地址 二零二点 一百点 一点 一十 show config vroach 也可以这么写 ok 好 再了解一点 再重复一遍 图讯画界面 配的是帮你存了盘的 也就是说 这条命令肯定是存了盘的 但是命令行 敲的是没有存盘的 那也就是说 存个盘吧 当然了 不是说存盘就能生效 敲上就能生效 就进runny config就能生效 跟时刻一样 存盘 存盘的二次下一次 重启的时候才能够有这个命令 是吧 好 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在这儿刷一下 默奘路由出来了吧 大家静态路由默奘路由 我觉得不用再多说了吧 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 再查一下路由表吧 show ip root 路由 这个讲完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动态路由协议 动态路由协议能够支持吗 什么呢 Rip了必然支持了 OSPF了必然支持了 BGP都是可以支持的 EI加P当然支持不了 EI加P是失科的 是吧 EI加P当然支持不了 但最经典的Rip OSPF BGP都可以 BGP太夸张了 我不配这个东西 我们简单配下Rip OSPF 那么我们的整体设计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 整体的我这个 整体的实验的路由设计 是怎么样的 我的实验是这样的 就是这一片 跑的是 Rip 然后呢 我的实验设计呢 这一片 跑的是OSPF 然后呢 这几个接口 是TrustVR 然后下面这三个口 22.100.100.0 17216.2.0 和17216.1.0 下面这个 他们是另外一个VR 我这个VR的名字 我记得应该叫做Internet 那这个整个实验做完之后 Rip你们就会了 怎么配 OSPF你们就会了 Rip OSPF 重分部 你们就会了 然后呢 双VR路由导入导出 你们也就会了 这是整个的实验设计 Rip也有 OSPF也有 双VR也有 Rip重分部也有 双VR的路由的护冠 也有 基本上 这就是整个的实验设计 好 那么我们还是 这个路由说到这儿啊 那么我们还是一个一个来 介绍一下怎么配 我们先来介绍 我们的Rip 那么Rip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实验设计 我们的防火墙3 和防火墙4 是运行Rip的 那么很明显 我们要宣告 内部网络 10.1.1.0 和外部网络 10.1.0.0 中间这个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吧 这是HA的接口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而且再说一遍 他们是一个HA的处 所以说呢 我们只需要在防火墙3上来配置 就OK了 防火墙是甭管了 因为是自动同步过去的 对吧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能在 还是这个老规矩 能在图形化界面配 咱们还在图形化界面里面配 那么我们就到 防火墙3 在网络 在网络 在这个路由 Rip 然后新建 你发现啊 这个默认都不用调 是默认的 V2版本 对吧 那其实我们只需要去 在网络这个面板 添加一下 我们需要通告的网络 就可以了 内部的10.1.1.0 R4位 外部的10.1.0.0 R4位 就搞定 可以吗 其实我 我就新建 然后基本上 我漏了一眼 什么也没干 网络 添加两个网络 我就确定了 就那么简单 好 然后呢 我们再了解一下 在外部的这个路由器上 刚才不是有 不是有那个 两个路由吗 静态路由啊 所以说那个静态路由 肯定会优先吧 所以说啊 为了能够让Rip 能够学到路由 我要把这两条路由给干掉 而且我这个路由器呢 应该默认是配了 Rip的 配了Rip的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能不能学到路由 学到路由了吧 是吧 飞着金行 学到过来路由啊 这完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完全可以学到路由 呃 这就是图形化界面的配置 mini行怎么配呢 mini行怎么配呢 我们看一下 mini行 防火墙3 show config VR vroaster 看到了吗 这个没有什么 他都可说吧 但是你要注意 只要是路由 都在这个相应的 vroaster下面配 都在下面的 相应的vroaster上面 下面配 我个人觉得在相应的vroaster下面配路由 更合理 更容易让人理解 其实反而 思科那种在全局配一下 还有跟个VRF 其实看起来更乱 我觉得这种设计 更方便 看起来更好 那思科呢 加个这个路由啊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什么VRF的关键字 那个又VRF关键字的意见 还真不知道哪条路由是哪个VRF的 你看他在这个下面做 其实这个设计还是挺好的 Juniper其实也这么设计的 这个 这个层次 我觉得就在VR下面配 挺好的 一看就知道哪些路由是哪个VR的 是吧 OK 这个也就没有什么问题 那当然我看一下 还能够学到什么路由呢 应该我没有宣告什么路由 这样我看我这起个黄胃口 一会我起个黄胃口 应该可以学的 因为 这是直连嘛 就学不到什么路由 再让我看看 我又起个黄胃口 4.1.4.0 我起个黄胃口试试看 我在这个设计上起一个黄胃口 应该是宣告进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防火墙有没有学到通告过来的路由 学到了吧 相互学的路由也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很简单很简单的Rip Rip Rip做完了之后呢 下面下面呢 我们Rip还有一个没有配 就是我们的防火墙 就是我们的防火墙 刚才配了他们俩 为什么配了俩呢 你不是配了一个吗 防火墙3啊 自动通过防火墙4嘛 他们配了 然后这个路由器 是路由器 四个路由器都预先配了 还有一个防火墙2 防火墙2要配一下 防火墙2太简单了 就宣告一下内部网络 对吧 他的这个trust的网络 这个trust的网络就是10.1.0.0 10.1.0.0 图形化建盘建的人做啊 我就在图形化建盘做了 防火墙2 Rip 新建 网络 10.1.0.0-20 然后这样呢 我们同样到 防火墙2 去看 showconfig vroacher 宣告网络 同样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showiproacher Rip 学过来 两个Rip 一个是内部网络的 这个Win7所在这个位置 10.1.1.0 这个 一个是 R3的防火口 10.1.4.0 对吧 这路由也没有问题 Rip就这么简单 没有什么可说的 下面呢 我们来做 OSPF 那么 OSPF 30网科啊 他的图形化建盘 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问题的 有些就是 真的就敲不了 OSPF就是一个经典 那就没法敲 没法图形化建盘配 那我们只能够 命令行打 只能命令行打 图形化建盘是没有的 你不信 你自己看看 你看有过OSPF吗 就没有嘛 那你说怎么配啊 那你也不能 图形化建盘没辙啊 那就只能是 命令行来打 配置格式就跟 四颗 几乎没有区别吧 应该叫做几乎没有区别 但是你要记住 一定是在这打的 对吧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 这种设计 其实更科学 在防火箱2 TUS VR下面 Rotor OSPF 他的一点小问题 就是他没有进程 他只能这是一个进程 那斯科不是 多进程吗 他反正我不知道 怎么敲多进程 我就见到过 就只有一个进程 好 然后呢 Rotor ID Network 三个 202.100 1.0 2.24 L0 61.128 1.0 斜杆24 L0 Network 10.1.3.0 24 L 几呢 我们来个1吧 然后 Passive Super WLAN 16 我来说一下这个 首先 202.100.1.0 61.128.1.0 这个必然是要宣告的吧 202.100.1.0 61.128.1.0 L0 我们认为下面这个网络是L0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网络 还记得昨天我们做的Super WLAN吗 Super WLAN放在DMZ 放在DMZ区 这个区域的网络 但是这个图没有画出来 它就应该是 10.1.3.0 然后呢 这是我们假设啊 这是接客户的网络 那客户的网络就应该被Passive掉嘛 可以听听吗 我们OSO包不忘了这通告 那么接网络端不能Passive掉 那必然啊 这接网络的终端 网络我们要Passive掉 不会把这个 入住信息发出去 同样的 为了更进一步介绍OSPF 我们来做一个链路认证 10.1.10 1.10和1.20 看看就是这两个介绍 2020.100.1.0和61.128.1.0 这两个介绍 我们做一个链路认证 链路认证 其实它的区域认证 也是完全可以做的 但是其实大家要知道啊 其实正常的OSPF是没有区域认证的说法的 其实都是链路认证 这是师哥自己搞出来一个叫区域认证的东西 了解吗 所以说呢我还是 这儿啊 还是做普通的链路认证 但是它完全可以跟师哥一样 敲 在进程下面敲 L0起认证也可以 但是我这儿敲的简单的链路认证 ITOSPF认证 M6认证啊 QY堂 E0-1.20 ITOSPF认证 思客里面是配好了的 所以说呢只要我把这些东西配好 那应该就能够从它的两个路物器 它的外面两个路物器 学到相应的OSPF路由 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这边应该是配好的啊 这两台路物器的 思客路物器的配置 我们看一下 你看学了思客 你其实中还需要学吗 学HOSP labor 一点都没有区别 你看看到Full 看到BDR 这个应该明白啥意思吧 就表示你已经好了 然后呢 Show IP root 我们学到了O 学到了O 对吧 应该学到O吧 这这啥区别 我觉得都不用解释 这是为什么啊 好了 然后下面呢 再看我们这个路由 已经走到哪了呢 我们这个路由 已经被配到了 R1R到这了 下面应该是我们的防火墙1 防火墙1 也应该把OSPF简单配一配 我们的防火墙1 Router OSPF ITVR TrustVR Router OSPF 没有进程 然后Router ID Network 202.100.2.0 R4L0 Network 61.128.2.0 R4L0 好 这个再等一会儿 上面 就是区 刚才那个链路认证啊 我只是在这两条链路上做了 演示一下就可以了 下面就没有做 下面这两条链路是没有做链路认证的 所以我Network一下 那应该就能够看到 相应的路由 首先去往10.1.3.0 负载均衡很正常啊 我要去往这个网络 上面这个网络 10.1.3.0 我算是两条链路负载均衡嘛 对吧 但是学到202.100.1.0 走左面 616281.0走右面 这应该还是很正常的 1.0走左面 然后 我看还有612走右面 OK 这是我们的OSPF 基本上就这样 好 下面呢 我们再介绍重分部 我们RIPOSPF双向重分部 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啊 那 当然 如果你看啊 我们这个命令是 在RIP里面 把OSPF直连贯到RIP里面去 一定要贯直连啊 因为如果没有直连的话 那直连网络就进不去 OK吗 我来解释一下啊 我在 防火墙2上 我把什么重分部进 RIP呢 OSPF自然要重分部 那么 OSPF的重分部的话 202.100.1.0和 610.128.1.0 肯定进不到RIP吧 这个 这个是基本概念啊 因为在防火墙2上 202.100.1.0和 610.128.1.0 在防火墙2上是直连路由 不是OSPF路由 所以呢 如果说你只重分 分部OSPF 202.100.2.0 610.128.2.0 能够进到RIP 但是 在防火墙2上的直连 202.100.1.0和 610.128.1.0 是进不到RIP里面去的 是吧 所以说呢 我们重分部的时候 都要重分部 一个路由协议 还有相应的直连进去 才可以 所以这银要技术是有直连的 这样的话才能够让RIP那边 有非常完整的路由表 好 那么我们到防火墙2上 防火墙2上 重分部 TrustVR Roucher Rip 重分部 OSPF进去 重分部 直连进去 同样的 到 Roucher OSPF 重分部 Rip进去 重分部 直连进去 我们可以看一下 Page 球控费的 Vroacher 看到啊 Rip OSL直连从目进入Rip Rip直连从NOW SPF 这样才对啊 这个重分部完了之后 我们在哪去看一看呢 我们可以尝试在 防火墙3上去看看吧 看看这一片的路由 它有没有过来 对吧 我们到防火墙3上去看看 你看通过Rip 我们看看 通过Rip 学到最远的路由 应该是 202.100.2.0 61.128.1 也应该有一个 没有 我知道为什么来不了 没有2.0吧 为什么呢 因为在 再想想啊 当时我们在防火墙2上 在防火墙2上 指了一条61.128.2.0的 静态路由 是吧 是静态路由吧 由于在防火墙2上面 61.128.2.0 是静态路由 所以重分部的时候 不带它吧 你重分部的直连 重分部的OSPF 所以说呢 61.128.2.0 没有重分部 让防火墙3学到 它也正常 是吧 除非 除非你在这个 防火墙2上 你把静态路由 把直连路由 把OSPF路由 搞到瑞乎里面去 这样的话 防火墙3 才可能学到 61.128.2.0的路由 是吧 但是呢 202.100.2.0 学到路由 是没问题了吧 是吧 因为那是默终路由嘛 这并不会覆盖它的 是吧 或者说呢 那我们在防火墙1上也看看 最远 在防火墙1上 是IP路程 我们看最远的 呃 10.1.1.0 这可是最远的啦 这个这个这个里边啦 被我们的防火墙1 学到了 对吧 好 这个重分部 那么也就这样 其实跟思科的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你不能说那种小小的区别 什么进程号那些都算区别 这个这也太讲究了啊 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区别吧 好 下面我们再说一个 那么我们能不能够做 简单的路由的控制 重分部的控制 就是我 我把什么东西不重分部进去 我们可以在防火墙1上看 10.1.4.0 看到了吧 防火墙1上面 我们在防火墙1上 看到了这个R3的 10.1.4.0吧 因为刚才我们这个 防火墙2把学过来是 RIP RIP重分部的OSP 自然学得到 那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做 重分部的控制呢 就是重分部的时候 不要把10.1.4.0 重分部进去 那其他都能够进去 那个这个也 问题不大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派 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路由控制 在防火墙2上 这都是一些路由交换的一些东西 写列表 起一个名字 不是 这是类型 它叫做路由控制类型的列表 这才是名字 不用打引号啊 引号你回车的字 都会帮你产生的 了解吗 你不用管那个引号的问题 permit 10.1.4.0 0-24 我把它匹配出来 请注意啊 我是要这个路由 不要把这条路由 重分部进 OSP里面去 不要把它重分部进去 我permit 是把它匹配出来 四个也这么配 是吧 然后呢 root map rip to OSPF deny 10 match IP address deny嘛 就这个路由 不要重分部 然后紧接着 你再配 root map permit 20 什么也不做 那就是 放行所有 就说呢 在重分部的时候 上面那条路由 不能过去啊 其他路由 都是给重分部过去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 VR roacher trust VR roacher ospf 重分部 rip 跟个root map ok 在那儿rip 的OSPF的时候 10.1.4.0 不要进去 其他都是可以进去的 这个做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够看到 你看刚才4.0 还在一边 还在这吧 下面我们看一下 它应该 不在了 3 有吧 看看4 没有了吧 ok 路由的有效 控制 就在那条路由 从分部的时候 咱们不要过去 就通过这种方法 来对路由 做控制 从分部的控制 好 那么 ok 这是比较简单的 静态路由 莫容路由 Rip OSPF 但是BGP 不就无派 这个可能性 你们在 遇到的可能性 也不大 然后从分部 从分部的控制 都搞定 我们休息10分钟 然后回来介绍 它一些比较特殊的 ISP路由 立项路由 策略路由